然後這邊選擇接受並安裝 接下來這邊把它執行下去 執行之後稍微等一下下再把它執行 只要看到執行就要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它就會自動在你的電腦 安裝最新版的Chrome 當然安裝Chrome的最大的好處 第一個你的安全性會比較高 也就以前你可能用IE瀏覽器上網 很容易被什麼社群網站綁架 或者被駭客入侵 那Chrome瀏覽器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所以之後我基本上很少再用IE瀏覽器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使用的速度上面 速度上面我覺得有些開啟網頁的速度 Chrome的速度會快很多 我的感覺 知覺 所以之後尤其像那個開什麼Facebook 或者開一些比較 開YouTube的網 那個YouTube那種網頁的話 感覺會比較快 也比較流暢 那IE瀏覽器基本上就是感覺頓頓的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多頁 它有多頁籤的功能 那IE瀏覽器開起來 每次都開一堆一堆視窗 那也很占用記憶體 占用記憶體 那但是IE瀏覽器有些地方還是要保留 像我之前有想過說 我想要把IE瀏覽器徹底把它砍掉 移除 但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有使用網路ATM 網路銀行 網路銀行這個部分 還是只能用IE瀏覽器 這沒有辦法 所以我目前只有用到網路ATM的時候 才會用的IE瀏覽器 其他的話基本上都是用類似Chrome 或者另外有一個叫做Firefox瀏覽器 這兩個瀏覽器 那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幾個地方看到 這邊開起來有沒有 它開起來之後就像這樣子 那把它先縮小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找到Chrome的位置 基本上它會在桌面上顯示出來 就是它 就是這個東西 Chrome 也就是以後你開啟這個 就等於是開啟Google瀏覽器 那你們第一個先確認一下 你的電腦裡面有沒有Chrome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請你把IE瀏覽器再安裝一個 Chrome